俄乌战事持续 乌军表示俄军连续发动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 当局击落将近90架无人机 而乌军也袭击俄罗斯西部的一个储存武器和军事装备的仓库 另外 俄军表示多个部队分别在顿涅茨克 哈尔科夫等地区发动攻击 表示攻击导致乌军损失2000多名军人 乌克兰军方31号表示 俄军在前一天的晚上开始直到凌晨10分 西洋首都基辅发动了多轮无人机袭击 首都地区几乎整夜都处于空袭警报之中 乌军称这是俄乌冲突超过29个月以来 俄军最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之一 乌军合共击落89架无人机 其中在基辅及周边地区就击落了超过40架 俄罗斯国防部31号表示 俄军防空系统在过去一昼夜 击落了乌军两枚美制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炮弹 一枚海王星制导巡航导弹 及40多架无人机 另外 俄军多个部队分别在顿涅茨克 扎波罗热 哈尔科夫等地发动攻势 乌军损失2130名军人 多辆坦克 装甲车 榴弹炮 以及弹药库等都被摧毁 外国媒体31号报道 俄军在7月共占了乌克兰东部近200平方公里的领土 平均每天共占约6.6平方公里 虽然较6月有所增加 但与5月在哈尔科夫边境地区发动地面攻势相比 共占领土大幅减少 为了加大征兵规模 俄罗斯总统普京31号宣布 预先支付给前往乌克兰作战的志愿军的款项将增加一倍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加入军队 所有与军队签订合同的俄罗斯人将获得40万卢布 运合4600多美元的预付款 目前参与俄乌战士的俄罗斯士兵 最低月薪为20万4千卢布 新凡令实施后第一年服役的新兵 其最低月薪将增至27万卢布 而军官的月薪将更高 凤王卫视综合报道